大家好 昨天是大寒 从昨天开始 西北和华北地区都开始下雪了 不少朋友的朋友圈都发了雪景的视频 实际上这是拉开了今年以来 大陆中东部地区最大范围雨雪天气的虚木 我们说虚木就是刚开始 北方是以降雪为主 南方是以雨为主 包括新疆北部 内蒙古西部 陕西东部 南部 山西西部 北京河南的中西部 湖北的西北部地区出现了小到中雪或雨加雪 其中的新疆陕西的和湖北的局部地区下了大雪 重庆的湖南的西北部 广西北部 云南西部和南部地区也下了小雨或中雨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中午12点500百帕高空的天气形势 大家可以看到 东北地区的东北冷窝正在缓慢发展和东移 而中亚地窝也在越过新疆 东移的过程中 我们再看南方 从孟加拉湾至喜马拉雅山南路延伸过来的南枝草 势力也比较大 刚才说到南枝草 中亚冷窝和东北冷窝是个什么鬼 估计之前你也听到过 这里给大家加强加强 科普一下 南枝草是低纬度地区活动的低草 在大屏幕上我们可以看到从离海啊开始延伸到阿拉伯海很深的这个西风草啊 就是这个红紫色这个区域加了这个蓝色的这个带啊 它就是个南枝大草啊 南枝草的迹性变化啊 与冷空气活动呢 有密切的关系 也称为复热带西风草啊 那一般是指呢 500百帕的高空啊 南枝西风气流上的短波草啊 那么它是复热带系统减弱难退 那西风带系统建立并维持的产物 那么南枝草一年四季啊 都有出现 尤其是以冬半年 就是12月到次年的5月出现的最为频繁 根据过去统计啊 历史上1976年到1985年 十个冬季中呢 一共出现了142次南枝草 平均五六天一次啊 那可以造成大雨 暴雨 雷暴 冰暴 大风等天气 那下半年的这个南枝草啊 就是夏天的半年南枝草呢 无论是强度和次数呢 都低于这个冬半年啊 那这主要是因为这个下半年的季风比较活跃 强西风的爱北溯啊 西风草呢 不易难伸到中地位都所致 刚才还说过这个中亚低窝啊 或者叫中亚草 那中亚低窝呢 是咸海以东啊 到新疆地区出现的一种冷性的窝旋系统 它是造成的 新疆呢 以及我国中西部地区暴雨雪啊 持续直温天气的重要影响系统之一 那新疆区域性强降水啊 大部分都是由中亚低窝引起的 大概占到60%以上 另外70%的中墙降水呢 也是因为中亚草形成的 最后呢 我们再聊聊这个东北冷窝啊 那东北冷窝呢 是造成东北地区啊 低温冷 还持续 红阴雨洪涝 冰雹和泪雨大风的 强对流天气的一个 重要的天气系统啊 东北冷窝呢 是从地面啊 到6000米高空呢 这么一个冷性的气柱啊 那在5008的天气图上呢 我们看到至少呢 分析出一条闭合的这个 这个等高线啊 就是压力的等高线 还有冷中心和明显的 这个冷槽的配合啊 冷窝中的空气柱呢 处于上冷下暖的 这种不稳定的状态 它成逆时针方向呢 不断旋转并产生震雨啊 雷震雨 甚至雷雨大风天气或冰雹 挺强对流天气 有时候呢 强烈发展的冷窝啊 也会造成较大范围的 降雨和降雪 那讲完这三个概念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现实啊 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呢 这次南枝潮的势力是很强的啊 其中从印度洋附近 洋面亚及南海吸收的水汽呢 它并未在青藏高原的 这个南侧停留 而是随于一股强大的暖湿气流呢 东移或北上啊 那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啊 首先呢 南枝潮带来的暖湿的西南气流呢 其中一路呢 是从5000米到6000米的高空啊 直接跨过青藏高原 继续北上 造成新疆北部的降雪 另一路呢 高度在3000到500米 5000米的高空呢 从高原的东侧 从这绕过 折向陕西和湖北方向 这一路势力也比较大 那1000到2000米高度的暖湿气流呢 它没有跨过或越过的能力 它只能一路向东 那这份水汽呢 主要贡献给了云南贵州 四川湖南南部地区啊 其中呢 后两路啊 在湖北中部汇湿 那这一次呢 就暖湿气流来了 那冷空气约为约呢 于是呢 在中亚曹啊 和刚才说的东北冷窝的作用下呢 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个水汽呢 就在华中汇湿了 从突然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三个这个低暗系统啊 由于水汽充沛啊 冷暖气流交汇呢 导致这个抬升作用明显啊 符合维持时间也比较长 加上呃 地形的影响啊 导致了这回强降雨或雪的范围呢 是在华中啊 这个长江中游地区 这次呢 这三个低压系统啊 在这长江中游地区汇湿呢 三军对峙啊 南方的强盛的暖湿气流呢 和北方持续的这个冷空气啊 打起了擂台 结果就是呢 火锅春节前在这个西北华北华中 乃至春节前的华东地区呢 面临长时间大范围的雨雪 而且这三个系统啊 不像台风那样 就是风风火火 它移动的比较慢 这就使得呢 从现在开始啊 未来一周啊 就是甚至到十天吧 就是华中华北 华东西北啊 内蒙中部青藏高原 以及新疆北部地区呢 有持续的雪和雨 其中十天内啊 湖北河南陕西的高海拔地区啊 可能是暴雪啊 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湖北这个位置是比较明显的 最高呢 能达30到40公分 那平原地区呢 也有10到20公分的大雪 注意啊 我说的是十天累计 不是一天下这么多 那影响的省份呢 也多达25个这个省市 看这个在沈东架地区啊 能到40公分左右的这个降雪累计啊 当然呢 这个河南临近湖北的地区呢 也不小啊 那需要注意的是呢 其实的防灾救灾 以及关注当地官方的这个天气预报 当然呢 这个气温呢 也受这个雨雪天气影响啊 南方大部分省会 除了南宁和广州之外呢 呃 气温都降到10度以下 而华北的几个省会城市啊 像是压装济南啊 太原啊 那都在零度左右徘徊 甚至零下多少 包括北京天津在内 与往年的这个四九的节气呢 这个温度相当 那下雪天啊 除了孩子想玩雪之外呢 可能大部分成年人出行 都会受到这个很大影响 比如高速峰路啊 高铁晚点 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啊 在春节前出行啊 一定要注意安全 出发前的做好规划 提前的了解当地的降雨 降雪的规模时间和大小 走近访友或者回家呀 不要太勉强啊 特别是在当前的 这个疫情情况下 你更需要和老家的人 及时沟通啊 以免出现 不必要的那种误会和麻烦 那好的 呃 关于这个天气的情况呢 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谢谢您关注宋时新语 咱们下次见 拜拜